今天健康解碼 我們請到黃小姐 我們請到黃小姐 分享她吃了敏迪之後 情況是怎樣 你好 我是黃小姐 我應該兩三年前 被蚊咬 被蚊咬完之後 不知為何她不好之餘 越來越大 將傷口越來越大 不斷化開 很厚 變成你身體的肌肉很厚 很小 現在是細小了很多 其實我是兩個星期前 上來吃飯 買了一支敏迪來試 吃了兩個星期後 覺得OK的 因為收細了 而且沒有那麼厚 所以今天再上來問 我想我這兩年來講 塗了很多藥膏 十隻八隻都有 燒鹽膏 淚膏 等等都慘 用了很多藥膏 都不行 也都去看過醫生 都不行 我沒有想過 這幾顆是叫敏感 幸好你們介紹給我 世界杯 就在今年六月份 正式展開 強國生還者 都加開了特輯 和大家分析每組 每隊的情況 雖然強國生還者 代表的強國 未有得參與 個人估計 是不蝕參與 但因為都是世界一大盛事 所以只可以用 網絡生還者的時間 和大家一一演說 希望可以在有生之年 在我們的強國生還者 主打節目裡面 講解強國世界杯的情況 以及最重要是 慶祝中國夢 一個不會醒的夢 就是我們偉大的強國 勇奪世界杯 我是強國生還者阿溫 世界上每個角落 都不能找到看世界杯的人 對球迷來說 簡直是四年一個輪迴 期待已久的盛事 我們還未開波 才興奮 其實無論是網絡世界 還是現實世界 又或者你是球迷 還是不是球迷 這個話題 肯定是未來半年 最熱門的話題 尤其是去到六月 將會越演越烈 讓我們先和大家做定熱身 用不同角度 預覽一下世界杯 我是星級移民顧問MJ 好 歡迎回到今集的 網絡新還者 嘩 有些很遺憾 不可以用強國新還者 去講解世界杯 我們有新節目 網絡新還者 好像很不開心 要放在網絡新還者那裏 如果你說我們是強國新還者 在強國新還者裏面 說回我們強國怎樣 打入世界杯的分組賽 每集講 然後十六強擊敗巴西 八強擊敗德國 四強擊敗阿根廷 再決賽擊敗西班牙獲冠軍 嘩 鄭志每場入六球 多精彩 多令人振奮 你這個是更離譜的足球小將 大哥 是可行的 是中國夢來的 孫繼凱又出來做領袋 是中國範志 對 有個中國美斯 中國斯丹 鄭志那些應該是老大哥 所以都有點失望 唯有因為沒有強國的參與 只可以放在我們的網絡新還者上 大家講解一下 因為一定很熱門的 我們又回到網絡高登的講戲 原來高登我很開心 有一個話題 是長期都在第一版 或者是都多人討論的 我猜不到 人強國拿世界盃 沒有可能 本地聯賽代表隊的討論 譬如今天這樣講 今天也要上去看 今天原來 我們錄音的這一天 今天是星期二 錄音是星期二 今天是有東方對 阿冠來講 清泉 山泉 總之是阿冠杯 是越南的隊 今天他們都會講 《大球場一報》 他們都會討論一下 尤其是近這一個月 《科蘭》 《科蘭》 都熱的 都有人關注的 雖然上場 我就惹了一些朋友說 《科蘭》《旺角場》 不如收工去看看 二百五元張票 沒人理我的 正路 一百元《旺角場》 但不知道 今天看到有人分享出來 二百元 今天大球場 好像是三百元 三百元 不要說三百元 送上叉燒飯 搭過去香港大球場 還要考慮一下 對方偏弱 譬如說 對日積 我覺得東方對日積 三百元 都未成不可 一次半次 如果MJ請我看 我會考慮 長長看就不行 所以 我們今集 就回到世界杯 尤其是科蘭先生 來到世界杯 來到香港 上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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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杯14年 科蘭都仍在烏拉圭 那個國家 有 不過應該不是必然正數 肯定 都是淡出的 今季 尤其是他在 我想很多人都會訪問 接下來一定訪問他 今季世界杯怎樣看 烏拉圭 是的 而且烏拉圭 就是我們今集的焦點所在 A組 A組 A組有哪四隊 A組應該是主辦國 俄羅斯 還有我們的東亞地區的民主班伯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伯 然後有烏拉圭 還有現在這期最Hit的利物浦 那個星級球員 埃及 埃及美斯 埃及 這四隊 跟利物浦成為了等兩次 埃及文明 埃及文明 不過這組 真的這樣看 其實 真的比較頑皮 可觀性 真的會比較低 但你不要管 他一定有一場 就是萬眾眾目的 就是KIMOCKZEN 因為無線台 免費台都會直播 是嗎 一定會有三場 免費台 他ViuTV都算是免費台 如果99台 總之規定了 有三場賽事 免費台是直播的 我沒有記錯 這個我不是十分肯定 我記得是ViuTV播的 還有應該不止三場 應該是有很多場 可能是十場八場 但是是ViuTV 以前 如果拿回以前沒有ViuTV的時候 通常是三場 一場的揭幕戰 一場的決賽 還有四場的賽事裡 選其中一場 冠軍不播 是四場 通常是這樣 今年就不知有什麼變化 不過第一場的揭幕戰 就是六月十四號 香港時間是十一點鐘 好時間 其實時間都很漂亮 看看分組賽的時間 大概是三個時間 八點 十一點 兩點 其實都ok的 你可以八點鐘看完一場 然後就喝酒 玩皮牌 又十一點 又看一場 然後又喝酒 又玩皮牌 然後又喝酒 玩皮牌 然後就上班 ok的 然後第二天又再來 過了一個月之後 應該差不多死了 很開心 揭幕戰 一定萬眾眾目 所以要講一下 這場是大戰 俄羅斯對沙地亞伯 所以俄羅斯主場很大的贏面 沙地亞伯近年 沒有什麼代表作 沙地亞伯近年 一個代表作 就是亞洲冠軍球會盃 沙地亞伯的國內球會 叫做希拉爾 嘩 好激 真的不認識 一個球員都未必說得到 這隊球員 你講得很對 我一個球員都不會認識 不是 你說是亞冠盃 亞冠盃的玩法 是東亞球隊選擇一隊 西亞球隊 就是 西亞 應該是沙地亞伯 東亞就是我們的日本 韓國 即使他起碼是西亞的霸主 你可以這樣理解 西亞的霸主 那個國內球會 不代表國內球會 國內球會 在那裏 脫榮而出 跟東亞那邊爭 冠軍 有時候都不代表什麼 好像大洋洲 紐西蘭也是大洋洲的代表 你不用 對呀 恆大都經常贏 阿冠 對呀 不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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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俄羅斯應該是很開心的 我覺得他們是有陰謀的存在 剛才MJ所說的 沙特的球員 或者坦哥也是希拉爾 一個球員都說不到 對於俄羅斯 其實MJ又說得到 有什麼球員 球星 俄羅斯 今屆應該是有迪沙哥夫 迪沙哥夫是2014年 都有踢的 對呀 那時24 現在28 最成年 在這個 周澤國的杯 他也是一個主將來的 可以踢翼和中場中間 但其實是 我相信大家 都會比較陌生 陌生 其實應該認識的是上一輩 譬如普基尼耶克 帕夫尤真高 或者是艾沙雲 這些比較出名 但是一個 大家如果近十多人有看球 應該都會認識的 叫做艾堅肺夫 艾堅肺夫是很久 蘇滬高的期 是否守龍門 對呀守龍門 有這兩個人 是比較會為人所認識的 就是剛才說的迪沙哥夫 和守龍門的艾堅肺夫 只可以說 聽完MJ的介紹俄羅斯球隊 和簡單而隆重 介紹一個球員都不認識的 沙特球這個國家隊之外 經驗老到 這場的揭幕賽 可以跟大家說的 就是如果不是太有空 還有少許晚睡的都可以不用看 都不是 那麼結幕戰一定會有很多人去關注 但是你沒有說俄羅斯 雖然我們很多東西 未必不斷認識他 但其實他在世界盃都有很多紀錄 譬如說他是1970年的世界盃 第一次的王牌 第一次的換人 就是他去保持的紀錄 是沒有人可以打破的 因為他是第一個 原來那時候才有世界盃第一次換人 和第一次王牌 即是1970年前是沒有王牌 沒有王牌 沒有換人 這個應該不會有人可以打破 然後他有一個紀錄 我想現在都未有人破到 就是1994年世界盃 1994年世界盃 他正式用俄羅斯名義參賽 以前是蘇聯 那屆雖然他是分組賽出局 但有一個叫做沙蘭高的人 他在對喀文龍那場 就入五球 一個人入五球 那場好像不知贏八球 還是贏多少球 他一個人入五球 創了個別球員 單場世界盃入球最多的紀錄 好像捷克的巴路士 都試過一場入四球還是五球 不過如果你說有 世界盃決賽州 應該還是他 沒有記賽的話 一場入五球的話 那我比較 如果是A組的賽事 我比較想期待 烏拉圭對沙特 看看薩華蘇 能否創造歷史 或者埃及美斯 不容易的 就算贏八球也好 贏七比零 一個球員要入五球 一個球員要入五球 不容易的 還有 對面一定要很籃才行 很如籃 否則很難創造歷史 還有 譬如我剛才提過 有艾堅廢夫 其實俄羅斯一向就是一個 很盛產門將 譬如說 世界盃經常會有最佳門將 世界盃的最佳門將 經常會用他們做一個命名 就是六十年代的耶薩 聽過嗎 耶薩 這個都是他們一個經典的球員 所以在世界盃來說 俄羅斯其實都算是識識相關的 我們就介紹了俄羅斯 沙特阿伯 其實埃及和烏拉圭 都 多些話說 對 多些話說 其實埃及多些話說 我相信主要都是圍繞著沙拿 埃及 不是自己圍繞沙拿 根本只是懂沙拿 不是我都找過一些 他有些人在踢英超 我相信這些可能找回他們的球迷才會認識的 阿仙奈的中場叫艾利利 是在埃及的 這個我知道 你知道 西部有個中堅叫希加斯 都是埃及的 這個就不認識了 你看到穆罕默德沙拿 其實現在這個時間 可能就是埃及的黃金年代 起碼有一些國腳系踢英超 我們因為跟他陌生 如果是香港有幾個球員踢英超 其實是很厲害的 現在他都是這樣 所以埃及其實可能 會是今屆的一枝黑馬 而且他可能是可以威脅到 烏拉圭和俄羅斯的出線權 因為譬如俄羅斯剛才看過 他的實力不是很高 如果在埃及上面有些什麼閃失 其實他的出線是矮矮符的 是 所以都幾期待我們這個 作為利物浦的粉絲 都期待埃及 美斯沙拿 可以有世界杯裡面有更好的表現 如果他在世界杯 踢到他現在在利物浦的狀態 其實埃及是真的幾恐怖的 是 因為他是真的可以經常一個人 改變了整場球的表面 一些不是很大的機會 基本上很多是靠他 都不是的 都不是的 都很廢的 都靠他力頑狂難 好 接著來到現在開始 大家會認識 比較親切感 科蘭 因為他現在在踢我們的 傑子 是 烏拉圭比較熟識的 就是俗華仔 蘇華雷斯 是 是 都是前地步的球員 他在巴塞 和美斯 和尼瑪的組合 其實是真的 我見過 其中一個最恐怖的組合 三個人 都是各自 無論盤流 射術 他們之間的組合 其實真的很恐怖 這個組合 今年沒有尼瑪 但是蘇華雷斯 那個 入球觸覺 都仍是在 即是 如果不是昨天 在聽節目 他是那種 你的球 不知道怎麼弄過去 他知道有機會碰到那個球 他一碰就馬上 做到一個很漂亮的射門 入球的把力 是非常之高 所以幾期待 這個也是期待 因為 其實沙華蘇 我最印象深刻 代表國家隊 就是 上一屆的世界盃 以排球式的難忘手法 將一球必入球 擋出來 那個是上上屆 10年 是10年 對加納 這個也是 這個都幾經典 如果有些聽眾沒有看過 我們都可以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話說那年是加時 最後三分鐘五分鐘左右 加納有一球球 是必入的 入了 蘇華雷斯 雙手難忘式的 把球拍出來 當然換來的是 紅牌套餐 12碼 紅牌兼12碼 紅牌趕了出場 慢慢走回球員通道的時候 攝錄機還在捕捉他 攝錄機還在捕捉他 就是球12碼還沒有進去 接著還拍到沙華仔 很興奮 他這個賭博是成功了 是贏了 而最後真的加持12碼 12碼淘汰埋加納入四 好像是那一屆烏拉龜入四 四強 當屆南美洲最佳表現就是他們 四強應該是輸給 10年的時候應該是輸給法國 隨便吧 忘記了 要有法旗才記得 但是烏拉龜 你說這個 其實他近年都有蘇瓦雷斯依賴症 譬如說上屆的世界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上屆他是為死亡之組 他跟哥斯達尼加 英國 意大利 同一組 他第一場 因為蘇瓦雷斯有牌在身 他是停賽的 第一場他是對哥斯達尼加 就輸了 輸給哥斯達尼加 之後那兩場是蘇瓦雷斯復出 面對著英格蘭和意大利分別都能夠贏出 先一輸 然後兩勝出線 但是因為他在最後那一場 對意大利又咬人 控制不到 控制吸血 薑斯不吸血 一樣控制不到自己 可能大家還有印象 他摸著牌牙 對方肩膀撞到牌牙 所以在16強的時候 再次沒有蘇瓦雷斯 他就面對著當時得令的 詹斯洛迪古斯 那對哥倫比亞 對 又出局了 即是說 他們有蘇瓦雷斯和沒有蘇瓦雷斯 真的差很遠 所以接下來的世界杯決賽 希望蘇瓦雷斯 不要再爭辯人 也不要再爭辯人 之下 烏拉圭可以有好的表現 如果不是第一場 他又再來一些事件 令到他不能夠再代表烏拉圭出席之後的比賽 其實烏拉圭也是有點危機 是 這四隊 如果MJ的心水會是排位 不用問 剛才還有提到埃及 埃及正常踢球不是踢得過的 剛才說烏拉圭有蘇萊斯醫大症 但不要忘記他們陣中還是好手如穩 譬如現在跟尼瑪正在拍檔的 卡雲尼 卡雲尼 他都在這個髮甲那裏 神射手的前列 是很厲害的一個射手 有那個後面很厲害的高丁 馬體會的 對,隊長 還有一群譬如梅斯利那 卡薩利斯這些已經是老大哥 各自在不同聯賽都是正選 祖雲達斯有一群新秀 譬如馬體會還有中堅叫尖文尼斯 可以在中場不同位置的叫尼莫斯 祖雲達斯有中場的奔坦股 黃馬外借了出來有一個叫華為迪 這些都是二十出頭的一班新人 其實都是可能可以成為一些新血 很明顯這一群 只是外流球員 大家踢球會的質素 其實都應該是優勝其餘幾個 包括俄羅斯在內 只要這麼說 你11個人組合出來的 始終足球是一個對際運動 你11個人贏不贏輸不輸 其實主要都是你發不發揮到 一個一加一大於二的精神 所以就很取決領隊的調兵顯像 如何將他們不同的團隊去爆發出來 去引發出來 不過如果正路逐個球員去看 那一定是烏拉圭的 在這一組裏面的平均質素是會高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首次名之爭 究竟是俄羅斯還是烏拉圭會做到首名呢 那埃及有沒有機會搞到局呢 三里阿拉伯應該沒什麼懸念 就肯定是包尾的 即是三名部隊 應該很大機會 三輸吧 入不入到球就不知道 即是力爭可以入球 或者埃及對著他的時候 也可以證明自己究竟是否做到一個勁女 因為現在很多足球的弱國 他都很懂得打防守反擊戰術 真正有實力的球隊 譬如埃及這些球隊 即是準強隊 我當他是 那他究竟能不能夠對著這些弱女 是很有把握的勝出 還是都會被人迫和在那裡失分 甚至是爆冷輸 這些就是究竟你成不成為到真正強隊那種本色 那埃及都可能要在這裏證明一下自己 引用白旗經常說的術語 就是今時今日的足球 就是王興貴經常說 現代足球 基本上就是以防守為先 所以為什麼白旗最喜歡看的意大利足球 而我是最討厭看的 因為我純相的足球就是進攻 進攻是最好的防守 而白旗就不是的 白旗是一直偏向於十個人失敗在後面 總之一有機會就反擊 反擊 總之就不失 他的觀點就是以先不失球為主 但是作為觀賞的月木的足球 其實應該是以一個進攻為先的足球 正常 俄羅斯應該都很適合白旗 不是很適合我們看 不適合白旗看的 俄羅斯因為他都是打機動的 他是傳統的踢法4-3-3 那4-3他就以前的沙哥夫 今屆不知道還會不會是用他 即他那兩閘可能有些像現在的曼聯 或者車路士 是那兩閘不斷上去進攻 那這些踢法可能就會是俄羅斯的殺著 亦都可能會令到球迷 就算兩隊都不是你的最愛 俄羅斯對沙地 至少有個好的觀賞價值 支持俄羅斯 即不是白旗欣賞那些十個人 其實在後面猜來猜去 可以在那半場裡 十五分鐘 那個球都過不了半場 這種情況 沒錯 A組的形勢 今集分析到是這麼多 我想大家都 聽過我們字路行間都猜到 我們都是看俄羅斯和烏拉圭 多一點 那看下節 下個禮拜節目 我們就講一下B組的形勢 那下節再跟大家講 好 拜拜 拜拜 這裏吃個八粒 因為它的頭要爆頭那一隻 應該是很嚴重 對你來講 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呢 我想腸胃最大的改變 腸胃最大的改變 即是除了牛皮腺之外 其實我這麼多年來 都是有腸胃敏感 即是腸敏感 即是很容易肚子 是的 敏迪其實原理上 即是所有敏感都可以有幫助 現在就不會說經常肚痛 是的 以前一喝到冷水就會 立刻肚痛 還有那些皮膚質素都是改善了很多 沒有那麼紅 沒有那麼紅 那是否溝通了 沒有試過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一條頭髮找不到 年輕 今年就30歲 用了洗頭水加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就見到我們現在那個廣告 圓形頭殼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用了 就全部出了 可能遲些 等些毛毛疼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 的